所有的龙头产业 他们到底受到多大冲击 外界都是放大了眼睛 正在紧密的观察 包含像红海 每年差不多到这个时候 外界特别关注的 就是红海的尾牙会怎么办 因为在过去 红海都会砸下了 大手笔请来大卡斯的艺人 来进行尾牙的表演 而且在尾牙的投奖奖金 动辄高达了千万以上 有不少员工因此都一夜致富 不过现在的气氛 景气的环境 完全跟过去不能够相提并论 导致在今年红海尾牙 不要说是这不大可能 看到巨星云集 同时这所谓的千万高掌金 也大概看不到 甚至对员工来说 能够保住工作 他们都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不但有名模共舞 群星暖场 还可以抽头奖千万 四季大奖 两千七百万 大家都拭目以待 往列红海的尾牙 向来都是众所注目的焦点 但随着景气低迷 过去鸿海尾牙的盛况 今年恐怕很难再出现 过去尾牙上 郭董总大方送出市值上千万的 数百张鸿海股票 但随着经济不景气 鸿海股价大跌 预料不但赠送张数大减 连股票的价格都大不如前 员工们千万梦碎 往年鸿海也都大方撒下大笔预算 甚至去年尾牙的预算还高达七亿 今年预料尾牙的预算将缩减成不到一半 投资其实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我讲我不是神仙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变动太大 金融海啸冲击 连向来沉寂亮眼的鸿海集团 裁员减薪的杂音也不断 过去不少员工都抱着期待的心情 希望能在尾牙上抽中大奖 一夜致富 现在员工们恐怕只要能吃到尾牙 就已经暗自窃喜 最近新闻季云台北综合报导